DX sama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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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大家好 今天呢我們要來做的就是這台 全新一公里都還沒騎過的 Feedo DX的簡單的油耗測試 因為今天呢把車借出來 老闆他是沒有給我設一個時間 就是讓我去體驗 完整去體驗這台車 所以說我就是順便再做一個邀測試 剛剛呢我已經把油加滿了 就是直接95加跳停 那等一下呢我們會去體驗市區 郊區還有一點點爬坡山路的這個使用狀況 接著呢再回到這個加油站 然後盡可能的就是跟他們邀請用同一支加油槍 把95再加滿加跳停 然後看這台車的油耗數據是怎麼樣 就比照上一次體驗DRG的方式來辦理 OK那現在呢我們就來上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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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現在呢我們已經繞一圈回來這邊環中東路 那等一下呢一樣我們到同一個加油站用同一支加油槍 然後呢請公讀生幫我加油跳停看看這一次FIDO DX的這個油耗測試成績是多少 好 那今天這樣一個下午出去呢我的使用里程說是52公里 那路線呢就是從瑞士捷中原店拿車之後呢然後呢一直到這邊加油 接著呢我們走人池路然後到精靈路接著走精靈路到龍潭然後接續到十門水庫去取材 接著呢在十門水庫取材完之後呢我們再走原路折返回到中壢 然後我們在中壢市區測了一下市區的表現 所以說這一次的50公里裡面啊有爬坡然後有山區然後也有郊區道路跟市區道路 算是一個綜合的一個使用狀況 然後來看看這個微型油耗測試這50公里油耗測試它的整個成績是多少吧 那現在呢我們就準備過去加油囉 你好95跳停 OK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 OK剛剛呢我們已經加滿油了 我們很幸運的用到了同一個加油島同一支加油槍 然後一樣是95加滿加跳停 然後呢剛剛那個幫我加油的它在加跳停之後呢 它又多按了一下 所以說油有多加了一點點 但是這個沒關係 那對成績的影響是蠻微乎其微的 就是32塊跟33塊的差別 那我們最後總共加了33塊錢的油 然後呢我們今天的行私旅程是52公里 從市區郊區到山區都有騎了 所以我們現在算一下在FIDO DX它的油耗表現到底是怎麼樣吧 那就是52公里 然後除以我們剛剛加的油是1.2公升 算出來呢1公升的油可以跑43.3公里 這個油耗我覺得是非常非常不錯的 因為大家要記住啊 載車它是一台完全的新車 然後它的整個里程啊都還不到100公里 它整台車是還沒磨合開來的 如果磨合開來之後呢它的油耗一定會更漂亮 那在油耗還沒 車子還沒磨合開來之前呢 它的油耗在這樣子的騎乘環境之下 它就可以有43...1公升可以跑43公里的這個成績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不錯的 因為今天的騎乘呢 我是沒有刻意省油的 那雖然油門都是順帶順帶 但是呢你在騎乘山路或是爬坡的時候呢 油門還是有吹的比較深 然後還是有吹的比較大力一點 因此呢我並沒有特別的用這種省油的方式來騎乘這台車 那我一切呢就照正常的使用者 而且呢大家不要忘記 我的體重非常的重 我有九十幾公斤 再加上今天我的背包呢 是器材全上 跟當時拍攝Fido125的影片一樣 腳架 單眼相機 然後兩台GoPro 現在還多一台Insta360 所有的夾具都帶了 所以說我的包包大概有10公斤 那加起來 體重破百的人騎這台FidoDX呢 這樣子騎乘一整圈下來之後 它油耗成績都還可以有一公升跑43公里 我覺得這個成績是相當不錯的 等這台車磨合開來之後呢 然後再換過油之後 我相信這油耗表現一定會更漂亮 那整體來講呢 我覺得這一次設想這台FidoDX 這個油耗表現 跟125真的比起來是不會輸的 而且這兩台車他們的整個騎乘的表現呢 也都相當的不錯 然後這個油耗數據 我真的覺得是可以給過 真的是敗30科技的福 因為剛剛我從近視區開始測試開始啊 我停了至少三個三十秒的紅綠燈 那這樣子加起來呢 這台車就少發動了九十秒 這就可以省下一個相當可觀的怠速油耗 那更不用說 後來我在中原路橋那邊 等了比較久的紅綠燈 那也是省蠻多 所以說 這樣子 一點一滴的這樣子累積下來呢 今天這樣一整圈下來 我的怠速洗火功能都是開著的話 那這樣子它的油耗數據 就可以來到一個比較漂亮的成績了 那最後呢 就是如果你也是FIDO車主的話 我是蠻推薦大家 就是可以把怠速洗火這個功能 就是常駐的打開 雖然說 我覺得它還是要有一個可程式的功能 會比較 就可以拉設定秒數的功能會比較好 但是 以目前來講呢 確實有這個三菱科技 這個怠速洗火的加持呢 我覺得還是有差別的 那最後影片最後呢 還是很感謝 中原的瑞士捷車業 借我這台車讓我做一整天的測試 包含油耗測試 購車分析 還有深度體驗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